继续河马,9月16日预祝大家中秋快乐 整个中秋节背景,但似乎河马未必快乐到 看他过不过多中秋 他今天应该如常要回来 他避周六日太多人怕被认到,所以不会垮头 而周一他除了阿伯要复诊或离开一间公屋 一个儿子也不知道实际是怎样的 就算有人住没人住 他要回来开枪,通气,洗衣服 所以大家就推测,因为河马一失踪 大家就希望他被抓 但这次会不会有机会呢? 为什么没人拍到他在街上那些店 照计现在这么红 这几期这么火爆 就应该再有新的花生人会留意到河马 应该全民是更多偵探的 但都没人拍到 那些人就乐观地推断 会否是过关已经即时被捕 现在就是说 有些人去到商业调查科投诉 就有人借这个无国界之名去骗钱等等 另外就是上帝要你灭亡 必先要你疯狂 这一句 永远都是work 一知他开到盈利 一见他那个贪险嘴念 说别人放5元10元 笑到是见牙不见眼那种 那已经知道他末日来临了 但有人说 这个肥鹅 肥鹅即是美丽那些 那条直播未必是被YouTube停的 但也有两派学说 因为有人说真的看到那个警告 有人想再投诉那条片 原来是下架的 应该不是美丽禁识的 美丽是在后台帮他弄着那条片 也不定 怎么也好 两个仍然到现在4点 都未开播 那会否真是自己知仇 就先看看 还是真的停了盈利 但又不是 见到好像还有盈利 但就可能不能开直播 要是河马要直播 不能开 那就不见了 现在唯有等他今晚会不会是回到大陆 就开抖音直播 那些人说 河马继续开抖音直播 再见 再见江湖再哭过 说不定今次哭到 可能会是这样的 顾弄完须也不定 看他今晚会不会开到 再等 唯有 如果他一天都不开直播 就很大问题 都很大机会是 停了直播 他停一天两天 还是真的停够七天 有人笑肥鹅 就是美丽 原本想借河马搞水哥 谁知搞不掉水哥 就被水哥 还弄一弹 就变成一哥 真的 然后呢 又想帮河马开货金 握货金 谁知两东西就收了皮 这个美丽 有些人说他充分了仇恨 明明呢 明明 美丽是和水哥没有拍过拖 那些人说 碰都没有碰过 有什么这么深仇大恨呢 那些网民就说 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去报仇 应该就因道成恨 还有见到水哥这么爆 流量也好 收入 课金也好 所以呢 各种复杂的情感 令到这个美丽 执念了 就这么有空 就像河马所说 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 是吧 有人说这个花痴 就是觉得全世界都傾慕他 你不爱他是你的错 所以才会和河马 坐在一起 河马也好 和他搭上了 还要同搭同煲 另外有些人 就个人推测 就说 蓝衣 现在周围在找美丽 蓝衣女 蓝衣女 蓝衣女也是一伙的 看哪条水 蓝衣女的动机 都挺成立的 他要人头 那河马绝对可以帮他 捞到很多人头 他就会分40元英镑 一个人头 不知道开户还是什么 是吧 河马这么多人 叫河马去水的人来开户 其实打斗分 河马可能就未拿定主意 觉得可能有银了 所以那天就被蓝衣女教训一顿 霸气哥就说爆了 有传过信息给阿门 因为霸气哥昨天去了另一些网台做直播 都未听得完 始终太多资料 跟回河马本身的资料 始终别人的直播也不想 撿别人口水尾 就爆了说传了信息给阿门 估计他应该是露锋D 即是D8的人 现在的人估计D8跟蓝衣女一路 但是他们这一派 又跟美丽阿门那边又有计谈 同时也是河马幕后搞手 这个蓝衣女 那些人这样估计 河马昨晚红牌出场 河马又有一个新号 新称号叫红牌阿菇 那些不多说了 那些人说 蓝衣女 其实真的有机会是幕后大主路 河马就 听到水哥说 我都未够2000 我现在1900元 如果这个1900 撇除他随口说 即是他都很紧张自己收入 因为他那些全部是不同币值 你不能够靠记忆去加减乘除 所以他在后台已经看了自己赚了1000 而这个1900绝对不是最更新的 只会是更多 因为他显示给你的金钱 其实是有延期的 到他开影片那一刻 其实他不止1900 所以已经过了条例 那些人捉住 不断举报 我们看看有三幅图 有些人打到电子报案中心 即是传到电子报案中心 有个河太的人涉嫌 以慈善为名 有市的人捐款 另外也有网友 向香港传媒01报 结果01也报了这篇新闻 还有那些对话 直接是传到WhatsApp 报料 何太直播将网民课金 捐到慈善机构被无国家医生 踢爆无授权筹款 01也报了 所以他就不妙了 中间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首先 中段也呼吁按订阅支持一下 大家就 继续观看我们的影片 说些什么 有人说 终于中秋节前夕已根清整 可以看下其他东西 感谢志同道合的人 令他停赛七天 希望七天后又有好消息 现在暂时未知 因为今早看了他15分钟 他仍然能出广告 未知 如果封七天 应该是广告都没有 还是不是 还是两样东西 是独立计计的 即是他不可以直播 但那些影片仍然有盈利 还是怎样呢 或者那条片 但不是那条 他坏了 还是 他其他片坏了 这个真是不宜之 他未必是15分钟那条片坏了 应该是第三条片坏了 诈喊那条片坏了 所以就不让他直播 所以你直直下 也劳令你拉下来 因为 youtube禁止你直播七天 由他过一秒的一刻开始 你明白吗 即是那些人应该是检举了第三条片 还是怎样呢 总之他今晚会直播 继续和大家关注 各位被河马验了钱的朋友 会不会考虑 在一起 辅助群组 向警署报案 告河马利用 慈善机构名义诈骗 即是他们可以 诚实地相信了河马的 那些话术 真的真诚地评了金给他们 你看到 有证据的 那些人真的 我们用词用好些 他们评金的时候 明显打了一段字 就是 感谢何太 业小姐 业女士 请你帮我将这笔款项 捐去无国家医生 感谢你做好心支持 这句证据是很重要的 真的可以证明到 这些捐款者是真心相信了河马的东西 是有得告的 真是好玩 想不到那些人可以傻到这样 史上第一个 收货金收到要坐牢的人 你几可听过一个YouTuber 收货金会 搞到自己要坐牢 哈哈 现在躺躺 我想和美丽六个大风上 互相卸扎 而且河马是 是美丽是下等人 即是他高高在上的望 我给他一个机会去见我 即是见你还要和你申请预约 还要像你施捨 我才可以见你 真是厉害 所以难怪他在街上被骂 他的自尊心很低 因为他已经瘋迷了 即是说 你看 这些美丽的网红 都要和我预约 我要批准他才可以让我见 我才可以见 我不批准 谁都没有权见我 我每天都很忙 即是这个河马 大家斗骂 他就怪责美丽 骂他 其实也是辞了拆火 美丽也好 阿门那些 全部因为有一个牵制 美丽就需要河马帮 去搞垮他的敌对 如果有一天搞不垮 或者他不帮他 或者你没办法合作 都不要说哪个控制哪个 你想河马帮你 但是似乎要受他面识 然后最惨 他醒目又另计 你还要教他 教他的交极又不听 不听又不明白 不明白又不问 不懂又当自己懂 真是极品 这个河马 辞了拆火而已 当他们的合作 最大的原因 达成不了的话 你见他们的关系图 个个都有些原因 是沾上去的 譬如阿门说 很仰慕美丽 所以沾上去 这些人都这么说 全部都是一些 很小学鸡的原因 就促成了这些白卡一族 真的有时候好笑 原来还要说 河马去国安 不是什么 是他投诉水哥和日根这个台 说有一段录音 是否已经瘋了 废马 他去国安 是美丽叫他去的 美丽有时都 玩他一转 美丽叫他去 没有坏 你去到 搞到就搞不到 你自己傻 当时没有人知道 美丽在后面帮 即是河马就被美丽 水了去 报国安 反告人 因为有人告你 有人写了信 去国安 那封信都不知道 谁写的 其实都说真的 有一封很长的 举报信 你先发制人 先去国安 备案 顺便 告水哥日根 我猜 总之他去了报警 报国安 国安当然不理你 很大阵仗 国安那些受理案件 然后把他带去警察 然后当局的长官就说 何太 其实这些你去YouTube投诉就可以了 我们警察就帮不了手 所以他最初是好笑的 又说那些警察 如果你搞了我YouTube 我去报警 我不信警察不帮我 神仙 真的已经瘋到一个店 然后再继续 那些人就有个关系图 我们说到 现在美丽既是陈太 也有人叫她 花名肥鹅 天外的鹅 也有英文名叫Cindy 而烧饼就是阿D 大家知道 还有阿门 阿Man 他的阿门 英文名 南依女 有个英文名叫Anson 已经揭发了 这些人 全部都是唯威的 有时候扮 敌对 扮不懂 其实根本 私底里已经有错 大家都是一些 总之 维利是图 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或者总之 国怀鬼胎 就认为 网台不应该主动被动去访问他们 有些巴打就是说 避免再被他们利用去带风向洗白 甚至诈骗 或者就算被他混淆了视听也不好 原来个个都是有所不軌的 他们还要互相扮不懂 单独出击 真是很严重 那些人为了流量 我们从来不收了 也不会做访问 因为太危险 你不知道 你计不了数 不踢 任何这些wish 一轮不踢 我们就 宁愿要少些流量 真的 一扣搞定 就算没事 你拆弹搞来搞去周生市 你和这些人去访问 当然 是好的 有些流量 结果 河马可能真的会疯了 现在也是靠神上线 一直吊着命 吊着谨存的意志 一直去做 之前他一直有意志 第二就是 我总之 不认输 那四百五一定有机会拿 谁知道 他不认不认也要输 你没有就没有 法例的 八字黑字 不是你 就不是你 结果他就 去期间不停报警 报公署 报不同的部门 失败了之后 你看到有韧力 然后就Youtube 他也有一个目标 就是 无论多辛苦 我总有一天开通都会认你 慶幸 他就 重新三十天再申请 被他申请到 但如果这次 他又被人困了 其实就有机会 可能七天 衰七天 也可以衰90天 那个 刚才开场也没有说 如果听到这个感谢你 他可能是衰一个 坐90天监 这90天 你是没有钱收的 他之前的状态 本来无一物 也没有所谓 永远就是 我本身也没有钱 我就白做 就白做 现在不是 我乱说24 有2000元 但是你突然间 又再没有回 就麻烦了 原本本来无一物 没有赢 没有赢 平常心就做 单纯赤子之心 突然我有钱 待了几天 很开心 三天不够 又跌回原位 那一刻的心理 未必那么容易承受到 何马就可能不玩 疯了就不玩 就算他玩 也是白做的 又做90天 那我们又有三个月流量 继续去吃 那大家就感谢你 真的说真的 那会不会 就是 癫了 不出奇的 不出奇的 那只肥马 今天应该回香港 就被抓 大家 总之一失踪 就想他被人抓 因为现在 其实有几件事 那个 发布不雅及淫舍影片 还要 那个是自家制的 还有 发布的 是最麻烦的 当然 你整理 那些参与的 都有罪的 但是 你发布的 是受罪大罪的 然后 不诚实使用电脑 这两项都有牌售了 还有现在 涉嫌就是 就是私吞捐款 还要 就算他假装 对现承诺 就很不容易找到 无国界捐款 之后 其实都 照再和你计算 Youtube 刷三成 即是你收一千 你日实代 七八 还要 不知道 要不要和美丽那些分 但是 你说是将捐款 全数 你没有说明 其他详细的后续 你全数 就是 你现在收了 二千 当是二千五 齐头二千五 无论 Youtube刷多少 和你这个承诺 都没有冲突 你仍然要全数捐出来 你一定要捐二千五 这样 才收货 捐完 看看再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第一个最搞笑的 还要那些 发布不雅影片 不诚实使用电脑 以至之前 不同的罪行 都是很多条 看看什么时候 真是这个人 亦都有人 这个阿力山大 就是 行政长官 Mr.Johnny 李家超先生 还有房屋局局长 何永然女士 今天香港传媒 香港01 报道何太诈骗 借无国界名义 有市人去捐款 然后蓄意去私吞捐款 已经有足够资料 拘捕叶秀定女士 即是何太生活语录的版主 希望政府习无旁贷 尽快拘捕姓业 这个女士归案 因为已经找不到延迟 拘捕她的理由 以下就是这则新闻的连结 请尽快行动 不要再拖延 直接去信特首李家超先生 真是说笑 不是说笑 真是这次 最好笑的是昨天 无端端自己又说自己未够2000 结果就促使更多人的课金 衰多2000重 我们有一集综合报道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看今晚她会不会真的开播还是怎样 有机会是限制不让她再直播 甚至连发布影片都不行 所以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 如果她今晚没有的 明早也没有影片 我们就拍其他影片 即周边关于何太的事情 我们今晚也应该还有影片 去招呼何太的 今集到这里 记得按订阅 还有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提前祝福大家 人月两团圆 祝完大家 今集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